我说了半天谣言啊 我为什么说这谣言呢 是因为有人造谣 所以我就对这谣言呢 感兴趣 这谣怎么造的呢 因为好多人发给我看过 就说呢 我呀原来也没钱 搞古董呢 这玩意儿得花钱 你想一古董多贵啊 说当年没钱呢 就说啊 王硕给我介绍了一富婆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富婆 说这富婆呢 还在河北农村 然后呢 就说我就去找这富婆去了 让这女方的娘家人呢 把我捆在树上 三天三夜 连给我水都没给喝 这家人够狠啊 不给我水喝 然后啊 被路过一放羊老汉 把我给救了 把我给放了 从那以后我就发奋图强 然后刻苦钻研文物知识 成为了一代宗师 我也不知道他是造谣 还是表扬我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 那版本说我是上山沟里去了 这版本是上了华北平原 另外一版本 是我被绑在山里去了 绑在山里也绑了三天三夜啊 我反正不管在哪 都肯定让人绑三天三夜 我看完这个啊 我确实不怎么生气啊 我先告诉你 我要被人绑住三天三夜 我还这么精神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身体好 身体确实好 你绑一三天三夜试试 而且永远碰着一放羊的老汉 这放羊的老汉 我听着怎么那么像神话呀 然后那富婆 那富婆要是王母娘娘差不多了 那河北农村在我年轻的时候 哪来的富婆呀 我老说 我特别容易反驳这件事 不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富婆这东西 这社会有了富婆这东西啊 是这些年的事 不要以为啊 年轻人要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就必须必定棒一富婆 没那事 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啊 或者津津乐道呢 是因为他觉得啊 你钱哪来的呀 你不傍富婆 你哪来的钱去买古董啊 我先告诉你啊 我很多古董一开始没花啥钱 我喜欢古董的时候 是有收藏文字记载的 这个有以来 一千年以来文物最不值钱的时候 有时候那东西可以白拿 我都说过 我有很多东西真不是买的 是人送过的 我喜欢人说送给你拿走 这东西有啥用于破罐子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送过了 所以最初没有花多少钱 那我喜欢的时候 也不能说一点钱不花吧 那时候花钱就是 哎 几块钱 十几块 几十块 你想想真正瓷器变得有价值 就我感觉上了签呢 都是进入九十年代 整整八十年代的东西 几百块钱算 那你随便买官窑啊 今天几百万的 那时候就几百块啊 差一万倍 所以你没赶上那段历史 就算你赶上那段历史 你不喜欢他 他也跟你擦肩而过 造谣这事啊 你当然一般人看啊 别人造你谣 你肯定很生气 因为每个人都爱心羽毛嘛 你不希望 就是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别人造你这种恶劣的谣 你心里很难过 其实呢 你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 是非常正常的 谣言本身对社会 对人的伤害并不是很大 但是传播起来伤害就会很大 我们这种网络时代 会把一个无端的谣言的扩张到 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 这句古信 荀子说的 至今仍非常有力量 刚才说啊 这说谎最多的是医院 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 他避讳 这东方文化都是很婉转的 没有那医生 给你开完化验单干什么 跟你说你 活不了多久了 没有医生怎么说话 都得明知不能治 也得告诉你这事能治 我们去努力 都是这么说 外国医生可不是这么说 我认识医人 那外国医生给他看完病 直接告诉他说 你只有半年时间 他不信 他从国外飞过来到国内 折腾半天 活了八个月 也就多活两个月 对吧 那外国医生很正式的告诉你 你还有多长时间 你需要做善后准备 那我们的文化不同 我们肯定是说瞎话的 你这个病人去了 跟医生一看 医生说 你这个病很重 你家属叫来 跟家属有时候料底 但是跟家属说呢 这事得瞒着他 不能告诉他 所以这种事我们生活中碰多了 我早年认识一女的 这女的特漂亮 演过电影 女明星 她是那个年月少有钱的富婆 她那个钱是大钱 所以她身边就围绕着很多骗子 这个 她生活中碰了一男的 我们所有人看这男的都不怎么遮 但她坚信不移 她这个迟到的爱情 这男的伺候他特好 男的要做餐厅 她就帮这男的出钱 那都是二十年前 一花花一千多万装修 我认为全是在装修中呢 赚这过程的钱 这餐厅是肯定赚不了钱 餐厅还养一巨大的海豹池 海豹钻来钻去 哪个餐厅弄得跟海洋馆似的 肯定都不赚钱 但是她相信这爱情 她就把这个钱老给这男的 给这男的 她在后来病重的时候 她老去看病 看病的时候 因为手比较大方 就给主治大夫 每次看完病 都给个二三百美金的小费 二三百美金非常多 二十年前 后来医生就有回把她拉在一边 跟她说 说你对我太好了 但有个事 我不知道当当跟你说 说老跟着你来 这男的到底是你什么人 他说男朋友 男朋友 说男朋友 是这男朋友 他背后老问我 就是您还有多少日子 他一愣 心里就不愉快了 你想想 你打听这干嘛 他回去就问这男朋友 你跑去医生了 老问什么 那男的说 我确实是问了 那男的很贼 他不回避这事 他要说我没问 那这事就瞎了 他说 我问了 我只不过是希望在你生命最后的时刻 对你更好一些 他说这瞎话 女的 他就愿意相信这瞎话 结果后来 后来事情就发展的比较严重 就是 他化疗 化疗以后晚上半夜特别口渴 那天 保姆忘了给他放凉白开了 他每天半夜十二点多钟 说必须喝一大杯凉水 结果他自个儿扶着 这个床起来 自个儿跑到这个厨房去倒水的时候 一下子看着他这男朋友跟那保姆在那了 在那啪啪啪呢 结果他就火了 那你没有听人说是你亲眼看你的 当天晚上就把这俩人全轰出去了 所以把他气得在那儿哆嗦了后半宿 那么你说 一个被爱情迷住了双眼的人 是最愿意相信谎言的 这个别说 其实我们所有的旁人都看得很清楚 就觉得这人不好 这男的不好 为什么 他那眼神告诉你 他就不是个好人 是吧 但是 女的不信 尤其他病重 他又有钱 他又不在乎钱 这时候温暖是最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后面不穿帮的话 我也认为这谎言还给他带来了 人生最后一段温暖 这人说谎话吧 动物也会 对吧 我讲过我们家的猫 是吧 我们家的猫 庄瘸 那就是他说谎 他用庄瘸换得你的同情 人也是这样 人有时候其实都是那种 小心计 你生活中 你的亲人 你的同事 你身边的人 有时候突然病了 有时候是真病了 小病大痒 有时候是没病 跟你说 我今天浑身不舒服 为什么呢 获得你的同情 我们说了 小骗局 就是个谎言 大骗局是什么呢 叫阴谋 在大骗局和小骗局之间呢 有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小时候老说一句话 特有意思 就是说呢 说 说这人啊 竟跟我玩这小支俩 什么叫支俩呢 标准发音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他老跟我玩这小伎俩 那时候你有字 不认识念半边吧 所以半边念支俩 所以这个话是这样 错字念顺了嘴以后啊 改不过来 所以很长时间 我们老孙说 竟跟我玩这小支俩 就是说不正经说话 我们那代人啊 年轻的时候 正经说话的不多 那么你再看 谣言跟谎言之间 刚才说了 谎言有直接目的 它要有个直接目的 谣言就不一定 谣言它有时候是间接目的 什么叫间接目的啊 就是它不是为了 直接达到什么目的 它是为了泄愤 它心里有愤怒 它有促意 所以它叫造谣 恶心你 这个谣言这词 按理说 这个来着比较晚 过去啊 古人管它叫流言 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说流言蜚语嘛 最早啊 在荀子里呢 就能看到这样的话 他说流完止一 欧于 这个流言止于智者 我们今天还说流言止于 就是谣言止于智者 原话是从荀子这来的 什么叫流完止于 欧于呢 欧和于都是一种瓦器 流完呢 是流动的 滚动的一个球 会跌在这个低洼处 这种欧于呢 你可以引申为低洼处 有点像高尔夫 是吧 高尔夫就是流完 滚动的嘛 一个球最后掉到他那洞里 荀子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流完止于欧于 流言止于智者 就这种流言蜚语啊 最后一定是被一个聪明人指的这不去传 因为我就不太爱传这些闲话啊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 只有那个家庭妇女才去传闲话呢 所以我就对这事比较烦啊 别人跟我说什么 我有时候连听都不爱听 就算我听了 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就给彻底忘了 我说左耳朵 这边是左耳朵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就出了 那么造谣啊 我们为什么说 一个说谣言 谣言是你听来的 你再去传播 这叫谣言 还有一种是直接有人造谣 所以叫造谣 你知道造谣啊 你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啊 比如有人造你的谣 他为什么要造你的谣 刚才说了 这个造谣跟说谎不一样 他不是直接目的 他是间接目的 就是他嫉妒你 他恨你 他觉得你比他好 所以他在想法弄你 他弄不了你怎么办呢 他就造谣 所以你要知道啊 你身上谣言来了 要证明一个问题 证明你比他过得好 你在一个上升阶段 你在一个即将达到一个目的的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获得的谣言的概率 要比别人大 对吧 你比如过去我上一单位去看那单位销售 墙上挂好多表 销售冠军 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 亚军销售了三套 剩余人都是一套两套的 然后我说我就奇怪 我就问 我说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 旁边给我拉一边说 跟人睡觉 造谣 嫉妒 我就说了他一句 我说啊 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 你知道各种单位 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 有销售天才 他绝对 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 这客户太多呀 对不对 这客户还叫女的 那他跟谁睡觉去 他不是这个 他就是造谣 他也没有看到乌中生有 这就是造谣的特点 那么你知道啊 在一个单位有人造你的谣啊 有时候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安慰你好 你比如说 有人一看 哎呀说咱这事啊 不成了就不成了啊 咱哪跌倒了 哪爬起来啊 咱还有下一回 这是人来安慰你 这安慰你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成了 造谣说明你什么 说明你成了 你比如谣言啊 能置人于死地 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 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 大电视明星啊 软灵欲知死 就是谣言搞死的 就给他造谣啊 造谣无非就是 谁和谁忠 谁和谁不忠 谁和谁上了床 这点破事 是不是 最后 软灵欲 这个写下了 人言可畏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以自杀这种形式 表示对社会的抗争 我觉得今天 确实 没必要啊 这事呢 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的又80年了 民国时期 软灵欲现在呢 是因为有 有电影可看啊 如果你喜欢 中国电影史的话 你可以看看 他当年都演过 什么片子啊 长得小鼻子小眼 那么一眼缘 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 他承受力不一样 有的人特别能承受 有的人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哭哭啼啼 要不然就一死了之 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 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 就说谁和谁睡觉了 对不对 这种造谣呢 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 那个年月啊 今天不是啊 今天 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 过去女的一说 这女的跟谁啊 上床睡觉了 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 对不对 过去 这女的啊 跟过多的人 那时候过多 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 跟人有关系了啊 这叫破鞋 挂着那个破鞋游街 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 我小时候看到 对人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 今天没有了 今天没有 今天我们相对来说 每个人对自己呢 相对都还有一个 这个自我把控的能力 社会对每个人来说 相对 我们过去的那个 那段历史呢 要改善很多 要有 这现代的人比过去人 相对有尊严 我们今天的人啊 都认为自己啊 对这个谣言是有辨识能力的 其实不一定 你比如我们这些年 发生了很多事啊 你比如说 抢盐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一出事就抢盐 非典时期抢盐 这个 日本福岛 这个 核电站泄漏 抢盐 是吧 那为什么抢盐呢 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 把这盐吹得神无其神 能够抗辐射 我简直就不能想象 盐怎么能抗辐射 盐要能抗辐射 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每次当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不安情绪 这种不安情绪被某些人利用 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 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 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 甚至有人买一人买一卡车盐 那疯了吧 所以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 得有辩识 兄弟你轻点 那上面的问题不大 那是一块石头 下去了 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 抢盐啊 抢还有抢板栏根啊等等 这些事情呢 这个意外 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 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 造谣 让你消费 很多人 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赚你一道而已 你比如啊 这种事情古代就有 我们明清时期啊 你知道中国瓷器 西方人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 为什么能烧的那么白 那么漂亮 那么好用 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 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 这个 这个哎呀 我们的宋求求跟内剑 溜金虎啊 哎呀 关系很好 你们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拍摄中希望发生的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 因为猫的动作很轻 他觉得这个怪物啊 跟他有点接近 那是他徒弟 所以他跟他很亲 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 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的很贵呢 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 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 你把毒液倒进去 它立刻就没毒了 就能喝了 你说这不是害人吗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 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都会发现 谣言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传的特别快 传播的快 为什么谣言传播比那个正经化传播的快呢 是因为大部分谣言 人们没法判断 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 而是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 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积怨的释放 所以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 我们社会中就是过去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这个意思 凡是负面的 特别容易传到特别广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的堵塞 所以谣言的逻辑呢 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 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 这是谣言一个途径 另一个途径就是 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 比如仇富 这是一种情绪 仇富 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 我凭什么没钱 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 所以造一些谣 那么再有是利用谣言 利用谣言 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 你比如说古代 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天降祥瑞 皇帝登基天降祥瑞 要不就是乱世出谣言 这都成为一种定律 古代乱世的时候 百姓都希望早点脱离苦海 所以都等待着 某些事物出现 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 你像陈胜吴广起义 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 当年就是陈胜吴广 在被蒸发前往渝阳的路上 遇大雨被困住了 道路又不通 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 你晚到是要杀头的 那就是说怎么都是个死 所以只好去起义 揭竿而起 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 你就要有一些 舆论手段 这种舆论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叫编排出来 我们如果把谣言在此时 看作是既不是正面 也不是负面 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 你就知道当时它造谣 是有用的 所以这博书上呢 用丝绸写在上面写仨字 陈胜王塞在鱼肚子里 别人打鱼上来 一打开说这是天意 这个我们今天觉得 这都是小儿科 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 所以这种不静而走的 这种舆论迅速就会传播看 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 期盼 所以我们今天 在生活中碰到的 所有的这种信息 我们先不说是不是谣言 要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这种判断对你生存是有好处的 我们老说不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但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呢 你要用你生活中的经验 对它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对它发生就有更多的 我现在 procedure 是要用你形象的 对它做出一段击多的